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锁定酒店热话题 我是秦林谦 小人先为一开始 现在关注的是 黎巴嫩发生的BB扣爆炸案 多达3000台真主党成员 使用的呼叫器 同时发生爆炸 而外媒报道 他们同一时间 都收到一则错误讯息 发出的连续BB声之后 就出发爆炸 直到深夜救护车 还是不断涌入医院 患者急报诊间 还有热心民众来捐血 李巴嫩当地时间 17号下午三点半 3000台真主党成员的呼叫器 同时被引爆 真主党指控 这是以色列动的手脚 里巴嫩进入最高警戒 政府呼吁公民 远离无线通讯设备 伤者人数破千 美国却急于撇清关系 根据外媒报道 呼叫器爆炸前 同步收到一则错误讯息 让呼叫器持续发出 约10秒的BB声 受害用户拿起来查看讯息 再按了按钮 想停止震动 就使这个瞬间发生爆炸 真主党刻意使用呼叫器 而不是手机 就是要防以色列监听和掌握行踪 只是这款呼叫器来自台湾厂牌授权 以色列恐怕早就置入炸药遥控装置 等真主党成员拿到手再借机引爆 以色列人对真主党受创 显得相当满意 分析师也认为 以色列可能想借此传达 就算不用手机 他们一样能掌握真主党成员动向 精确攻击 T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外媒质疑着呼叫器 VB扣是台湾制造 而这家通讯业者也出面说明 强调该产品是他们欧洲 匈牙利的一家产商生产制造 他们只有授权品牌上标 The New York Times is reporting that Israel planted explosives inside pagers that then were purchased by Hezbollah from Taiwan 制造是他 设计是他 他只是跟我买一个logo 就是这样子 你说的是布达佩斯这个公司吗 吉利切哥只是外媒比对称 布达的呼叫器就是MIT 金阿波罗发生命稿 强调是位于匈牙利的 Bag Consulting KFT公司生产销售 你爆炸完了以后 你要看那台机器 是不是在卖给他 都是台湾制的 然后台湾出锁 相关系 AR没有 AR92是不是 但记者其实问的是 因为阿波罗香港的网页上 有说获得台湾的 金阿波罗独家经销权 还能见到这款 AR924呼叫机 不过网页也著名 停产 而经济部的信号稿指出 业者说明呼叫器的 制造与组装 都在台湾完成 但对于出事的产品 颇有疑问 判断因为出口后遭改装 在什么家签约 签约 有谁以来你不签约吗 松山基地在哪里 我真的不晓得 在大陆 大陆呢 我不晓得 我们在跟他做的时候 就很小心 觉得就有问题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呢 汇款 他的汇款就很奇怪 他在台湾有办事做 这是不是哪一家 在哪里 在里内部 如果说渗透可能是 我觉得是那一个公司 所以您是说 这个大老板 就是叫Tom对不对 对 没错 那他是哪一国人 他好像是奥地裔 开开BAC公司网页 CEO是Christiana 而公司简介写得笼统 业务有提及 连接亚洲的科技与创新 在各国之间销售通讯产品 明波的电话无人接听 17支店 该公司则是完全无人接听 我是一个负责人 所有的东西都有业务 有国外业务 那业务怎么跟你说 因为他就是一个业务 他就是我一个客人 这老板一问三不知 引发外界 更多疑问 TVB的新闻等约直流星期 他报道 而这起爆炸事件 引发全球关注 一早就有多家外国铸台媒体 包含了CNN NHK 路透社 美联社等等 都到了这间金阿波罗公司守候 而现在市营地检署 也将其分案 将约谈这个动作 说明离情案情 金阿波罗公司人员 第一时间逐起人墙 阻挡拍摄 大批外媒挤在门口 想一探究竟 这家公司到底 和这起BB Call爆炸 有什么关系 包含CNN 朝日新闻 NHK 路透社 美联社 澳洲天空新闻台等 从一早就到现场 直到下午 依旧守候 那公司的负责人是台湾的还是 所以你不知道 他是哪一国家的人 东欧吗 不是俄国吗 那个公司是在 日本人中东开展市场的吗 所有外媒都想知道 这PP Call到底是不是台湾制 台湾厂商知不知情 毕竟这已是重大国际事件 一早就由警方到场关心 更传出是国安局 先请警方到场了解 国安局后续回应 本案由检方侦办 依法提供协助国安单位 试检也已经检报分案 由国安组检察官处理 要厘清真相 将通知金拉波罗 董座许清光到案说明 而台湾BB Call厂商卷入争议 主管机关NCC也得澄清 简单来说 就是不在台湾卖 就不归NCC管 特别讯论董欧俊 刘一辰 刘廷廷 刘廷廷台北参谎道 立法院开议在极 蓝白接下来如何合作 也备受关注 但竟然拦引北市议员 钟小平猛打 柯文哲精华成案 是否会影响合作呢 桃云市议员张家纯就呼吁 当初找钟小平回来的朱立伦 应该出来面对 谁说30%容易没有避案 谁说没有避案 也是要查 狂追猛打精华成案 国民党北市议员钟小平 俨然成了大科及先锋 上片政论节目赢得满满声量 却让自家人很不满 湛江村的怒火可不止钟小平 连带国民党主席也遭殃 议员怒向朱立伦找钟小平回来 你是瞎了眼吗 当时钟小平他回国民党 是朱立伦找回来的 但钟小平却走了 跟这个朱立伦的方向 显然是不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到底是怎么样 是两面手法 又或者说这个无法口径一致 三年前正是朱立伦同舟计划 放宽党级处分 这才让钟小平重回国民党 如今立院开一再集蓝白合作 可不能因钟小平猛打金华城 产生微妙变化 我们也呼吁讲歪市长 你要配合这个简连 你要事实的公布 就是三场便当会 黄珊珊的发言 钟小平炮火没有停 只是矛头转向黄珊珊 来因无奈只能喊声尊重还是尊重 毕竟钟小平好不容易站上舞台后 又怎会轻易离开金华城这大舞台 TVBS新闻组合报道 北检正办金华城弊案 检方今天第三度的提训柯文哲 而且一路从上午问到了下午 详细能再记得专凯玉 今天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涉入金华城弊案 被关押的第14天 那么其实昨天是中秋节 在这个假期过后 北检也马上有了动作 可以看到在今天早上 9点20分的时候 柯文哲搭乘着球车抵达北检 这也是北检第三度 来提训柯文哲了 那他一样是身穿黄色的球服 加上蓝白托 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他的气色看起来是还不错的 而且身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现在更传出 现在北检想要把先前 所有约谈过的人的证词 都拿来一一交叉比对 像是副市长林清荣 前都发局长林周明 还有证人转被告的 前都发局长黄锦帽 前殡议局长朱雅虎 督委会直觅邵秀佑 以及金华城董事长陈于坤 这些人的证词 都要跟柯文哲的证词 来一个交叉比对 来厘清北市府及都委会 对于金华城的容积率暴增的 审议过程到底有没有问题 再来看一下 除了交叉比对之外 还不排除会测谎 再来看 现在周刊也爆出了一个新的 就是说这个审慶金 疑似还有异常金流 就在2020年的时候 金华城公开标售给 威京集团旗下的顶月开发 建好的时候 玩兽再分论 无意给金华城 现在这笔钱到底去哪里了呢 又穿着同样一套出庭服 来到地检署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收押14天 第三次被检方提训 为了厘清金华城 按市府决策的过程 上午9点多开始讯问 午收后继续征讯到3点多 也是这三次提训中 问得最久的一次 但外界也提出质疑 金华城的发照时间 跟签约时间 似乎和过往案件不太一样 这个所有的程序 应该走的程序 居然可以让金华城 先射件再画吧 先上车再补票 如果我们建造给了 金华城不愿意回馈 给台北市民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看到北市府 当时和金华城子公司 领月开发签署的协议书 后面写着11月6号签订完成 但是金华城的建造 却是在这之前 10月18号就发放 让简书赔痛批 先射件再画吧 而为此多发局回应 协议是在10月6号生效 协议书的封面时间 是不小心误职 但其他议员也指出 合约书不会误职 就算误职 也要有人负责 副市长以后 2019就开始 极度的变化 黄珊珊就积极的协助 审庆经 然后跟科幣认识以外 容积就一直放宽 这个拜托检方 一定要赶快传他 为什么你知道隔空窜正 黄珊珊跟审庆经 隔空窜正 而被告审庆经 利拼聚保停压 却被掌握了一场金流 根据周刊报道 四年前 金华城公开标售 卖给微经集团 旗下的顶约开发公司 疑似左手卖右手 原本说好建好玩秀 再分任武艺给金华城 对比据款去哪了 审庆经的说法 恐怕会成为全案的关键 TV新闻 我觉得你这样吗 谈言报道 好 是的 有艺人就提出质疑说 金华城案先给建造 裁签协议书 是先射件再画吧 更多内容再交给凯宇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简舒培 再度对金华城的弊案 提出新的质疑 他认为当初在 核发建造的时候 似乎是有先上车 候补票的行为 怎么说呢 来看一下这份协议书 甲方是台北市政府 乙方就是顶月开发 有限公司 这个顶月开发 就是金华城 微经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但是他现在认为 这个时间序似乎有点问题 他说当初台北市政府 要给金华城 20%的容积奖励 来核准建造 协议的日期签订 竟然是在 2022年的11月6号 建造核发日期 却是在比他之前 2022年的10月18号 你的协议书都还没签 为什么建造先发了呢 这不就是先上车候补票吗 他一个质疑 到底是在急什么呢 柯市长在急什么 为什么这么担心 延误金华城的供旗 要来提前发建造呢 那9月底核准 而且也不符规定 所以他看过很多建案 为什么只有金华城 这么特别呢 至于柯文哲 跟金华城的确有好的关系 才要帮他来赶快发 核发这个建造 但是台北市都发局 也赶快出来澄清了 他说这个协议日期 是物质 应该是10月6号签订才对 所以并没有什么提前发建造的问题 那简术培后续又直言 那为什么你这么说 最后一页在这个柯文哲 还有朱雅虎印章旁边 一样是写着11月6号呢 好 金华城案 持续的监办中 检方二度约谈前 都委黄台生 说明金华城案审议过程 而这一周约谈的多名证人 对于金华城案的容积率 几乎都持反对意见 带着笑容来到地检署 他是督发局前督委黄台生 第二次被检方 以证人身份约谈 针对进化成容积率奖励案 他当时就是持反对意见 大约两小时结束停讯 黄台生离开时对镜头会挥手 该说的都跟检方说了 2021年9月9号 北委会第783次会议 黄台生以及宋振麦等人 态度坚决 认为金华城不适用 都跟委老和图管条例 如果强行推动 会违反现行奖励规定 而检视检方这一周约谈 11号先问了林清荣和李德权 隔天再询问林周明 18号再找来黄台生 以及前都发局专案小组成员 冯正明来厘清 检方似乎想从这些人的说法 去检验课问者知不知道 金华城的容积有违法 冯正明遮着脸离开 不愿多台N局回应的 金华城容积率案 曾表示疑虑 而应小微的秘书陈嘉明 在第一波征搜行动 列为被告200万元交保 超过两周时间 在以被告身份传欢道案 检报依照自己的步调 一一验证所有人的说法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许家培 今天凌晨因为罹患 子宫内膜癌病逝 年仅48岁的他 今年5月才确诊离癌 短短几个月后就离世 民间党台北市议员许家培 常常参加公益活动 只是年仅48岁的他 却突然因病离世 服务处周遭店家很震惊 民进党台发出声明指出 党团总召许家培 9月18号凌晨2点25分 因为子宫内膜癌病逝 今年5月确诊后接受治疗 看来过程辛苦 但他基层服务有目共睹 2018年更以21444票当选议员 对同选区占有来说 心情可想而知 在8月左右我还一直在询问说 那你身体有没有比较好 恢复状况怎么样 他还跟我说他恢复状况 还算不错 过了一个月以后 居然这个 居然就恶化了 所以呢 我们真的还蛮不舍的 而许家培虽然在抗癌过程中 一样没有忘记选民服务 8月中仍然参加里民活动 气色还算不错 突然离世 不止同党议员不舍 蓝营议员同样惋惜 那特别是我早期在当议员的时候 也跟他的父亲共识过 那更觉得他这么年轻 就因为病痛而离开 我在初选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 他看到我都会亲切的问候 并且关心我选举的状况 许家培突然离世 再加上松信两席国民党议员 许巧新王宏威进立法院 总共已有三席空缺 对于松信的议员来讲 我们的责任也更加重大 必须要承担起 更多选民服务的工作 年轻议员突然离世 选民服务不分党派帮忙协助 这就是说刘一辰 专专于台北参谋道 许家培今年5月 确诊罹患子宫内膜癌 短短5个月内 癌细胞就转移到骨头 最终不敌病魔病逝 妇产科医师说 虽然子宫内膜癌 位居台湾女性癌症的第10名 早期发现治愈率是相当高的 我是许家培 那天同志大游行 民进党议员许家培 过去发影片分享动态 但就在今年5月 确诊子宫内膜癌之后 一开始化疗有好转 但癌细胞转移到骨头 抗癌5个月 最终无法战胜病魔 而子宫内膜癌 其实是复科常见癌症 更超越子宫颈癌 位居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10位 但癌细胞转移到骨头 确实手健 我有转移的话 第一个可能是以临近的器官为主 像是说大肠 膀胱 或是附近淋巴结的侵犯 那如果再往远处转 有时候会到肺部 或是骨头 甚至是脑 如果真的转移到骨头 那可能就是第四期 相较于像肺癌 乳癌 或者是像南西的生物性癌来讲 是相对稍微少一些 因为有些是在脊植 就是在像胖关节很常见 那这个时候就必须 进行这个肿瘤的刮除 子宫内膜癌 耗发在40到60岁女性 症状是停筋后出血 或者是持续性的阴道出血 下腹疼痛等等 早期发现治愈率很高 通常治疗方式 有切除子宫输软管 而癌细胞如果在子宫内膜内 都可以治愈 只是扩散出去 就要追加放射线治疗 另外采用荷尔蒙或是化学疗法 也仅能延长存活时间 子宫内膜癌 不像子宫颈癌有抹片可以检查 医学建议有意撞招 马上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当癌细胞转移后 存活率也跟着降低 TBS新闻 立法院长韩国瑜 今天召集朝野协商 决议新会期开议日期 定在本周五 而接下来将面临审查 司法院等人士同意全案 但总统赖清德提名大法 关键副院长姚立民 让绿宇内部非星系人马 颇有诈音 主持立院新会期 首次朝野协商 韩院长一早带着满满元气 只是表定10点开会 7分钟都过去 党团三长们才通通聚齐 小时候暑假结束的时候 要上课的第一天 浑身都懒洋洋的 但首次协商就不顺利 民进党团想要提出临时动议 有关2758号决议 不涉及台湾的联合声明 这次韩院长和南白立委 转头就走 留独私遥唱独角戏 还中断直播 真的很气啊 哪一个主席可以 没收临时动议的提出 或许对韩国瑜来说新会期要先审查NCC大法官考试院三项人事案 但总统提名司法院副院长姚立民让非新系颇有杂音 据了解总统私下人没沟通其他派系 姚立民的人事同意将丢给立院决定 大法官或者司法院的政务院长 看中的其实是比较专业面 大家应该就往这个方向去来思考 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 而不是用政治的有色眼光去看待他 不只姚立民总统另个爱将陈世凯 出身新系中流接交通部长 党内也出现反弹声量 但是其实我觉得人事的部分提出来 应该就是现阶段中央的态度 那没有什么叫安抚与不安抚 重点是我们应该要看整个交通部长 未来他的一个发挥 两项争议人事案加剧朝野对立 绿营派系杂音似乎先摆一边 TVB的新闻刘一郡 李总泽台北采访报道 今年台北上海双城论坛 举办时间至今还没有确定 传出先前有市府人事评估 如果双城论坛在9月初半晚 紧接着蒋安防美 就能避免被人抹红 但是此话疑似引发陆方不满 决定暂缓举办 疑似来自蒋安团队说法 表示如果双城论坛 能在9月初半晚 紧接着蒋安防美 就可避免被人抹红 这也是国民党内 合中亲美政策 可说是最佳时间点 传说陆方不满 被操作成政治平衡策略 决定暂缓办双城论坛 现在显见蒋安他的手法 是用包牌策略 计算政治红利 但是却忽略了多数市民的权益 他们对于赖政府的一些 两岸关系还在属于一个 观察跟试探的阶段 我觉得蒋安在防美的部分 也表现出对双城论坛的肯定 让对岸不高兴传出还有另一原因 副市长林一华在93军人节前 去金门禁军 谈到近期台海情势紧绷 对岸军机军舰频繁扰台 尤其金门是前线中的前线 国军坚负责保家卫国重任 此话也让陆方不满 北市府还在努力 办不成的最坏状况 恐怕也有预期 只是双城论坛已经延续14年 身为蒋家后代 或许也有不能中断的压力 蒋安赶场主持会议 因为发现今年起 北市人口逐月递减 评估最快九月底 就可能跌破250万大关 第三位副市长 任选还是迷 传说蒋万安坚持用 李四川标准来找人 锁定台下前校长管中敏 虽然管中敏无意愿 但蒋万安仍没放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